洪义大使曾经说过两句惭愧的话 这是到了晚年 晚年做一个总检讨 总的反显 这一声当中 他说 一丝无尘 人见老啊 这一声当中 一桩事情也没做成就 人老 又说一句 一文不值何孝说 这是总品 自己这一声当中的价值 一文不值 还有什么好说 这两句话的含义很深 我们从前处看 使他老人家反显 觉悟 也提醒我们 进去 往深处来说呢 舍在讲 与 二空之里 相应 波罗尔经上跟我们说 善心不可得 祝法无所有啊 我们仔细 往深处去体会 才能够稍稍 体会到 老法师的意境 了解 了解这个四十真相 我们就要认真翻新 仔细地去思量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个日子 应该要怎样去打发 怎样去过 如何过得 有意义 有价值 佛在经上 常常劝勉我们 急功累得 这是觉悟的 不得有意义 有价值 在 不可得 无所有的 境界当中 可以累积功德 也可以累积罪业 一念觉 你就累积的是功德 一念你 你就累积罪业 累积功德 古报在三善道 累积罪业 古报在三善道